今天下午进行的青年组的全部比赛好吗 好的 那我这里刚刚结束的是 本次冬运会花样滑冰比赛青年组双人滑的比赛 那在刚刚结束的比赛中呢 代表乌鲁木齐队出战的于小宇金阳组合 是获得了冠军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刚才比赛的一个画面 那于小宇金阳组合呢 是一个国际级的选手 他们多次参加过国际级的比赛 而且多次获得过国际青年组的冠军 实力呢是更胜一筹 但是在之前的报道中我也说过 于小宇金阳因为赛前受伤 耽误了很长时间的训练 所以在今天自由滑的整个过程中吧 应该还是受到了一些体力的影响 一些动作没有做好 比如说开场的单跳 还有尤其是最后后程的一个抛跳吧 这是很难想象的 一般他们在训练的时候 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最后于小宇金阳还是凭借高出 第二名50多分的成绩 拿到了这枚金牌 那现在呢于小宇金阳呢就在我的身边 我们现在呢对他们两个进行一个赛后的采访 于小宇金阳你们好 首先祝贺你们二位拿到这个冠军 之前我也知道因为受伤耽误了训练 今天表现可能不够完美 是不是还是受到了体力的影响 就是这次今天的表现吧 跟我们正常水平差了很多 尤其在后半程我真的是体力和机能各方面都已经跟不上了 腿也将将直 所以都后半程的技术动作基本都已经没有这个体能去完成它们 因为我知道金阳也是一直在鼓励同伴嘛 你觉得今天他表现怎么样 说实话我觉得今天我的舞班表现得非常好的 因为首先从我们的第一个外点三的单跳上 我们在家里训练的时候可能成功率也只有1% 然后呢小宇说我希望拼一拼 把自己的这个能力激发出来 刚开始我还是有点犹豫 我觉得既然这个比赛嘛 也是在高原体力分配本来就是一个问题 然后小宇说很坚定 我也同意他的想法 然后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还是保留用了外点三周跳 小宇也是整成出了这个压力吧 我觉得今天他挺棒的 我知道你们要之所以选择这样难度 因为后面有更重要的比赛 由四大之后市井赛 特别是今天市井赛要涉及到 明年奥运会预选赛的名额 有什么样进一步的计划 首先还是把我们自己的所有的 有的东西一定要保留 甚至把不足的地方要弥补 然后动作的成功率还有一个质量 都是我们下一步要去突破的 然后还有就是在难度上 我们还是想去练习四周跳 然后尽量在市井赛上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好的 谢谢金阳 谢谢小宇 在本次这个东运会女子双人华青年组的比赛结束之前呢 还进行了 对不起